大家好,我是掌柜 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保罗告诉记者 2006年时,他在拍摄暴海报纪录片的时候 收获了这辈子最离奇的经历 当时他正在一边潜水 一边拍摄一只雌性暴海报捕食 暴海报正在以超高的速度 和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体数追击企鹅 游过保障船的时候 保罗发现这家伙竟然比他们的船还长 而且游过去的时候 冲击波还差点把船给掀翻了 不过保罗可是见过大市面的 一点没慌 很淡定的跟船上的向导说 这家伙太大了 我腿软了,咱撤吧 向导一听,这可不行啊 赶紧关心的说道 罗儿啊,这么经典的场面 咱可不能错过啊 相信我,你很安全 看保罗还是按兵不动 马上说道 多好的机会啊 你说你天天抱怨经费不足 时间不够 这鸭子都到嘴边了 你给我来这个 赶紧的 离那么远你拍个毛啊 凑近点啊 就这样,保罗稀里糊涂的就凑了上去 而抱海豹则在保罗的摄像机前 旁若无人的扭断了这只企鹅的脖子 虽说吃饭的过程是有些残忍了 看到保罗心惊肉跳的 但九族翻饱后 海豹并没有过多的理会 这个胸前挂着卡兹兰大眼睛的两脚兽 而是晃晃悠悠的离开了 保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美滋滋的盘算着 在随便拍拍周围的环境就可以收工了 而就在这时 抱海豹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静止向保罗冲了过来 并且一口咬住保罗的相机 保罗紧张得不知所措 身体更是整个僵住 无法动弹 这时候他想起了想倒的话 如果遇到抱海豹近身 不要激怒他 闭上眼睛 他感受不到威胁就会离开 面对如此悬殊的体重差距 保罗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反抗是不可能反抗的 于是只能紧闭双眼 祈祷发生在科斯蒂身上的惨剧 不要在自己身上重演 结果果然几分钟之后 海豹停止了试探性的攻击 然后转身离开 但还没等保罗回过神来 这家伙竟然又赶着一只企鹅游了回来 是的 你没听错 的确是赶过来的 他一会儿咬着企鹅 一会儿又放开 就这样前前后后将近十次 最终把企鹅送到了保罗面前 天呐 这家伙是想喂他吃企鹅 试了几次 看保罗不好意思吃 他又叼着企鹅 游到了一块离保罗不远的伏冰上 然后优雅的滑进水里 开始原地转圈 跳起了芭蕾 一阵迷惑的舞蹈过后 他再次把企鹅送到了保罗面前 保罗一眼蒙圈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绝望的企鹅 眼见着保罗不吃 抱海抱心象 可能是两脚兽不爱吃活的 这好办啊 南极这嘎大啥都缺 就是不缺快乐的大脚 于是分分钟又给保罗送来了几只 失去生命体征的企鹅 然后和企鹅们一起 充满关爱的盯着保罗 看小伙子还是矜持 他又把企鹅直接扔到了保罗头上 于是就有了这张 企鹅把腿搭在相机镜头前的照片 但最终保罗还是守住了两脚兽的底线 没有吃掉企鹅 海豹也在几番爱的供养失败后 转身离开 事后保罗感慨到 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 哪个动物摄影师 没做过被顶级捕食者投喂的梦呢 而且这还是强迫投喂啊 豹海豹是海豹家族中 体型第二大的 仅次于向海豹 最大的能长到3.5米长 400公斤中 它们身形苗条 头部细长 有点往西翼那个方向发展的意思 而且眼神坚定 非常自信 没事就往冰面上那边一趴 汲取天地精华 要是不考虑吃小鱼小虾的虚惊的话 论体型 在南极顶级杀手里 妥妥的扛把子 当年在南极大冒险里面也是出演过大boss的 给不少花儿与少年们留下了童年阴影 放眼整个南极也只有该溜子虎惊能拿贴得住他 虽然是顶级杀手 但这家伙却不像虎惊那么挑食 虎惊挑食也算是名声在外了 抓住大白纱只吃肝 淹死小坐头鲸只吃舌头 对付起海豹来更是套路满满 有的会冲滩简豹 有的借着掌潮修炼潜行 更夸张的是 有的还会使用魔法攻击 一招兴风作浪 直接让豹子头怀疑豹声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掌柜聊虎鲸和坐头鲸的这两期 爆海豹吃的就很杂 小到林虾 大到各种鱼 章鱼 企鹅啥啥的 饿急了也吃其他小型海豹 而且这家伙吃东西还很有特点 当然也有人管这个叫残忍 他们抓到企鹅后 并不会马上吃掉 而是会慢慢折磨 左咬一口 右咬一口 等企鹅彻底放弃抵抗后 才会为他超度 吃的时候吧 也着实有点变态 咬着企鹅甩来甩去的 直到甩的血肉模糊 才一点点的吃掉 动物学家们甚至发现 有的爆海豹 还有意的对企鹅实施心理战 专门挑企鹅多的地方 当众出行 还有的爆海豹呢 有更文明的玩法 它们会堵在企鹅们的必经之路 送它们上下班 看你游得慢了 就在后面耐心的指导一番 时不时的推推它的屁股 企鹅上岸后 它还凑过来耳语几句 好像是说 孩子别怕 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找你 这要是遇到心理素质差的企鹅 还不得吓得当场去世啊 所以爆海豹们 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吗 动物学家们却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它们通过长期的观察 以及对爆海豹头骨的分析发现 虽然它们有捕食其他海豹 和袭击人类的记录 但这些情况却极少发生 而根据它们旧齿的特征不难发现 这些自带网眼的牙齿 其实是用来过滤海水 留下小鱼小虾的 而不是用来咀嚼大型猎物的 由于没有狮子老虎一样的门齿 爆海豹没有办法用牙齿切割猎物 所以吃企鹅的时候 就只能甩来甩去的 撕碎了再吃 至于戏弄猎物的行为 这在捕食者中并不少见 就像猫戏老鼠一样 所以自然算不上残忍 如果把海豹和铜亚木的亲戚 海狮 海狗 海象放在一起的话 你还能分得清楚吗 海象还好说 妥妥的彪形大汉 还长着一对可爱的小虎牙 岁月静好的时候 被当成工具 下海挖挖小海鲜 后宫失火的时候 则被当成武器 遇敌于弓墙之外 不过海豹家族也有一个体型比较魁梧的 那就是象海豹 这家伙连名字都是来碰瓷海象的 熊象海豹每天嘴上都顶着块泡泡糖 非常好人 每年都为交配拳打得不可开交 赢者通吃 坐拥后宫加力三千 但武德充沛的 凤毛麟角 而绝大多数的雄性 注定一辈子都是童子身 从来没碰过异性 而且这个比例竟然超过了90% 这数据真是单身狗看了也要流泪啊 全程齐壮只能这样敦敦的擦地飞行 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那海狗和海狮哥俩怎么区分呢 通常来说海狗的毛发更蓬松 身材更小 头更圆 脸更短 不严谨的说 就是看起来比海狮更聪明一点 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 不过我们见到海狗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它们比较凶 很难饲养 而且轻巧灵活 据说惹急了 一个急加速也能碰得上两脚兽 所以在海洋馆里最常见到的就是海事和海报了 但海洋馆里那些乖巧懂事的海报们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9年2月11日凌晨2点 大连瓦房店老虎屯镇的一处废弃养殖场的大棚内 不断地传来阵阵这样的怪叫声 叫声似驴飞驴 中间还夹杂着大量类似鹅的叫声 两种声音此起彼伏 交相呼应 再配合着养殖场外树林里 稀稀疏疏的声音 和笼罩在周围的层层薄雾 惊悚恐怖的气氛 渲染的恰到好处 要是一般人碰上这样的场面 5分钟内准保能跑出二里地 不过今天出现在养殖场外的人 却气定神仙 毫无距异 因为他们是大连市人民警察 民警们早已暗中摸清了养殖场内的情况 一张正义的大网正在慢慢的收紧 眼看着抓捕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养殖场内的怪叫声 却丝毫没有减少的意思 而民警们也正是为了这些怪叫声而来 因为发出阵阵怪叫的 根本就不是驴 而是海豹 他们叫起来是这样的 而那些鹅叫声 则是专门用来掩盖这些怪叫声的 转眼间时间来到凌晨三点 此时正是大多数人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 民警们判断犯罪嫌疑人们已经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养殖场外四名嫌疑人居住的小棚内 早已是酣声如雷 抓捕行动非常顺利 但当民警们进入满屋游渍 各种垃圾散落一地的养殖场内部时 真正恶丑扑鼻而来 眼前的景象也让见惯了大场面的民警们不淡定了 因为养殖场内一个狭窄的房间里竟然横七竖八的 躺满了上百只奄奄一息的小海豹 经过仔细清点 不足50平米的房间内 一共关押着整整100只 出生不足三周的斑海豹幼崽 其中29只已经死亡 另外的71只情况也不乐观 斑海豹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也是唯一一种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七族类动物 而渤海辽东湾则是全球八个班海豹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 也是我国的唯一一个 海豹幼崽刚出生时 全身裹满了绒毛 几乎无法下水 行动能力也非常有限 盗猎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 所以每到海豹的繁殖季节 就是偷猎分子活动最猖獗的时候 但如此大规模的偷猎活动 民警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抓捕工作结束后 小海豹们被紧急送往救助中心 大连市公安局也火速成立专案组 负责跟进此案 随后一举牵出了42个被告人和7家被告人单位 而这7家被告人单位 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海洋馆 因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小海豹 数量稀少且手续繁琐 所以非法捕获的小海豹们非常抢手 海洋馆们趋之若鹜 他们有的盼着小海豹们 来拓展自己的马戏团海豹租赁业务 有的等着新鲜血液来补充过度劳累致死或致残的老员工的编制 小海豹们还没来得及体会母亲的宠溺 感受无忧无虑的童年 就会在每天清晨被驯兽师们用皮鞭和铁棒唤醒 在逼泽阴冷的水池内苦练各种滑稽可爱的动作 然后来到宽敞明亮的表演大厅 陪伴着人类的孩子度过洋溢着欢乐的童年 在他们的心底种下保护动物 保护海洋的种子 可能是我们多想了吧 或许海豹们也没那么难过 时间久了 工作忙了 他们也许就已经想不起妈妈了 而和接下来的这些同类相比 他们无疑算得上是幸运的 每年11月15日到次年的5月15日 是加拿大政府允许的海豹商业捕杀计 猎人们会早早抵达海豹们繁殖的海域 做好准备迎接他们回家 海豹上岸后欢迎仪式进行第一项 负责迎接他们的是猎人们精心挑选的 一排排来副枪子子弹 大海豹目标明显 动作迟缓 而且见到人类后并不会第一时间逃走 子弹很容易就能够击中他们的身体 虽然猎人们瞄准的是头部 中弹的海豹并不会立即死去 但也只能在兵面上无力的挣扎 无处顿逃 所以猎人们并不着急 而是在收割完整片区域的大海豹后 才会跳上兵面 用带铁钉的大木棒结束他们的生命 但这也不能保证一击毙命 如果哪只海豹的生命力足够顽强 那对不起 这只能给它带来更多的痛苦 而无辜的小海豹们只能趴在一旁 眼睁睁的看着妈妈流血 把身下的兵面染红 猎人们上岸后 他们还会慢慢的凑到猎人身旁 眨着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期待他们会像前几天路过的摄影师们一样 伸手摸摸吓坏了的自己 舅舅妈妈 但和那些扛相机的人不同的是 拿棍子的这些人 是来接他们到另一个世界的 他们会和重担的妈妈们一起 被带着铁钉的长杆 迅速拖到船上 船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 要借着他们身体的余温 及时开膛剥皮 这样取下来的皮子才不呆板 最为柔顺自然 虽然他们会被制成款式类似的皮草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每个海豹身上的花纹都不相同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雪花 如果再加上限量版的编号 那就更好了 独一无二的东西 霍太太们才最喜欢 而海豹的脂肪呢 则会被送往加工厂 变身成一颗颗晶莹剔透 富含Omega-3的海豹油胶囊 他们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摆上货架 等待着被懂得善待自己 过精致生活的两脚兽们买下 自己吃下青春永驻 送给长辈们还能延缓衰老 而雄性海豹们则比雌性更受两脚兽们青睐 因为他们的重要部位 是某些特定人群的最爱 如果有商家懂得如何科学的 把它包装成海狗的部位售卖 那么它的利润就又会翻上几倍 但愿意花上成本和巧思这样做的 也算是业界良心了 毕竟在某些商家或主播们眼里 一款优质的海狗碗里 根本不需要有海豹 甚至不需要有海豹 姐姐 这位小海豹毛茸茸 像个小雪球一样 好可爱呀 是啊 等天气再冷一点 我们就去找他打雪仗吧 谢谢点赞 喂 爸爸说还有订阅呢 喂